明镜电视 9年前成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 因其关于中共的权力巩固 中国国家治理和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强硬手段与举措 被世人视为继毛泽东之后最强势的中国领导人 2016年中共18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2017年中共十九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 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删除了国家政府主席连任 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从理论建构宣传话语到最高领导层的实际权力操作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一次次得到提升 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他的实际权力已经比肩毛泽东 除此之外 习近平在树立个人权威 加强管控等方面的举措 都让观察者将其与毛泽东比较 2012年11月 习近平当选新议任的中共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后 他发起广泛严酷的反腐运动 并在2018年3月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在意识形态舆论方面对中国加强控制 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反腐下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 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等一批高级官员落马 9年来对社会的管控也不断加强 2015年7月起 中国当局在20多个省份抓捕了上百名律师及维权人士 2016年习近平提出党媒姓党 既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 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2016年7月 多次刊登有关中共党史文章的自由派杂志 炎黄春秋遭到不明人士接管 在社会治理方面 习近平在2013年就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提倡的风桥经验 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的种种举措与毛泽东不断发起运动的目的相同 都是为了清除异己 巩固自身权力 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李安有 对BBC中文表示 习近平如毛泽东一样强调意识形态 且都对独立思想和行动怀有敌意 他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正确 所有人都必须接受 而毛泽东一旦做出政策决策 所有人都必须服从 习近平也是这样 一个区别是 习近平使用自上而下的权力强制人们遵从 毛泽东进行社会动员 让党员和公民互相对抗 毛泽东制造了混乱和恐怖 而习近平制造了令人窒息的秩序和统一性 李安有说 出生于1953年的习近平 是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的次子 习仲勋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 在习近平上台之初 许多人对他寄予厚望 期待子如其父 带领中国走向民主改革的道路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认为 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认为必须要做一些事 但不知道如何去做 所以只能向毛泽东学习 他接受的教育很少 对现代世界也没有什么认知 知识上的贫乏让他除了回到毛时代之外 没有任何创造力 他增加的只有技术监控 毛时代则没有这个东西 林培瑞说 林培瑞认为习近平缺少毛泽东的魅力和智慧 而且当前要管制的社会比毛泽东时期更加活跃 对于习来说控制更难 如果他的中国梦成功了 对中国来说将是个坏消息 如果失败 对中国来说也将是坏消息 所以短期内我并不乐观 但从长远来看 我对中国持乐观态度 李安勇则认为习近平无意回到毛泽东时代 那时候中国很穷 被孤立而且混乱 但他确实钦佩尊敬毛泽东在那个时期所做的事情 并拥有毛泽东所拥有的资源 所以我不会说他在跟随毛的政策 但他想继承毛的遗产和魅力 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 人们穿毛装 戴毛泽东徽章 读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是那个年代的人们难以抹去的记忆 习近平上台后 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宣传强度远远超过江泽民 胡锦涛等中央前领导人 习近平的书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 画像和宣传海报在街头随处可见 广播剧即时文学歌曲和各类研究课题层出不穷 在官媒的报道中 习近平有平民情怀 贵族气质 他是党的核心 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 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不过在这样的宣传公式下 学者们仍然认为 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难以达到毛泽东的高度 在全球范围内 李安友认为 毛泽东拥有广泛的思想影响力 而习近平因为一带一路等项目 在许多地方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力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有钱 有钱能产生影响力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 也有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外交部 和全球宣传机构 这是毛负担不齐的 李安友说 纽约州立大学 奥巴尼分校政治学教授陈诚指出 把习近平当作21世纪的毛泽东 有诸多不合理之处 但毛时代的权力过分集中 为人们提供了警醒 如何平稳过渡权力 至今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仍然是一个挑战 对习近平时代如何评价 不仅要取决于习近平的执政成果 也要取决于习近平如何解决 未来的权力过渡 如何包容社会上和党内 有建设性的不同生意 以及如何加强 而不是破坏执政党的制度化 他说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共百年新划分 江湖被贬敌骨 习核心登峰造极 香港明报刊登孙家月的署名文章 文章称为纪念中共建党100周年 官方人民日报昨天起连载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 中国共产党100年大事迹 央视报道称 大事迹全面计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光辉历程 这是官方对中共百年历史的最新时代划分 不过按此划分 人们还是不清楚习近平究竟应该算中共的第几代领袖 过去外界一直认为江泽民是第三代 胡锦涛是第四代 习近平就是第五代领袖 但是在胡以前的毛邓江三人都有核心头衔 而胡没有 只是称职务总书记 而胡之后的习又有核心称号 由此猜测胡或被归入江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 事实上在江泽民上台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三年后 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 胡锦涛就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 成为江泽民集体议员长达十年 可能正是江湖之间的无法断代 令胡以后的领袖再无待计划分 不过习近平在上周五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中 谈及中共理论成果时表示 百年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创新局 从这段话可见 对毛邓习三人的思想理论用的都是创立 对江和胡的思想观念用的则是形成 可见至少在理论体系上 视江湖时代为低谷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90天报告称拜登政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月下旬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下令 要求该国情报机构在90天之内 进行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 并提交一份报告 如今期限尚未过半 但据美国媒体报道 拜登政府已经开始降低对于该调查报告的预期值 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报道称 情报机构按照总统命令进行的相关调查 目前尚未找到足以平息 有关新冠来源争议的有力证据 来说明新冠病毒究竟是通过 与感染病毒的动物接触传染到人类 还是从中国的病毒试验室泄露出去的 不过在7月中旬 也就是90天期限过半之际 拜登总统会先收到一份 有关45天调查进展的中期报告 政府官员表示 哪怕只有部分的进展 也有可能缩小科学界 政界和情报专家之间就该问题的意见分歧 并且为下一步的调查提供线索 一名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 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总统先生已经意识到 90天后我们可能不会得出一个绝对确切的答案 但是他希望相关行动是突出重点的 密集且有时间限制的 据细相关调查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负责监督 他是一名律师 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也曾在奥巴马政府内任职 与拜登有着多年的交情 对于全球流行病的起源调查 并非情报机构传统观念下的优先议题 需要进行资源的整合配置 海恩斯也在今年春天对国会议员透露 他已经额外雇佣了相关人员 负责处理与疫情相关的事物 目前该调查并未取得突破 而且还面临诸多障碍 其中最主要的障碍就是中国拒绝提供更多的数据 也不允许调查人员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进行接触 中国方面表示 新冠溯源调查的重心应该转向其他国家 因为世卫组织今年年初做出的调查结论 是试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极小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在世卫组织有关新冠溯源调查的结果出炉后 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其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做跟进调查 白宫下令各情报机构提供一份有关新冠源头的书面评估报告 根据相关机构5月份提供的报告 其中一家情报机构比较倾向于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假说 有两家情报机构则更偏向于支持病毒是自然产生并且传播的观点 不过各家机构对于各自的观点都具有较低或中等水平的确认度 其他的机构都表示没有足够证据来做出判断 一位政府高官透露正是出于上述结果 以及中国要求世卫组织对其他国家展开新冠溯源调查的背景 拜登才下令要求情报部门在90天之内全力以赴进行调查 拜登在5月份宣布这一决定时指出 相关的调查结果可以是一份美国可以提交给中国的特定问题清单 也可以是一份建议书提出还需要进行哪些额外的调查 鉴于这项调查可能不会得出结论 美国已经有一些有声望较高的议员 一些政府圈之外的专家 以及民间的一个新冠感染者组织出面 发出呼吁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全国新冠溯源调查委员会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美国报告称中国已成世界网络顶级威胁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自2014年开始针对中亚国家展开一系列网络攻击 此攻击来源可能与中国解放军新疆69010部队有关 专家表示中国网络攻击部队是解放军和国安部的结合 十多年内使中国从二线网络国家成为世界顶级网络威胁 而中国通过网络骇客行动作为与美国竞争的主要工具之一 可能重塑传统地缘政治 美国之音报道称 专门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美国 Recorded Future公司旗下的研究部门 Insect Group最近发布报告 提出了被怀疑是中国国家支援的网络威胁活动组织 Red Fox Chart 与中国军事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 Insect Group透过Recorded Future的开源工具和技术 长期跟踪该组织的网络威胁活动 通过大规模自动化网络流量组合识别分析 将该系列恶意活动定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69010部队 报告称 69010部队很可能是隶属于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网络系统部的一个单位 该部门是解放军从事资讯和网络空间站的分支 尽管Insect Group的报告发现了新的一系列威胁活动 但解放军的网络攻击并不是新鲜事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专案主任路易斯表示 中国从事网络攻击已经20年了 他说在全球高速网络联通的头两三年内 我们就看到中国间谍从政府国防部和公司 窃取智慧财产权的第一例 中国还用它来追踪人权活动人士 从他们发现可以使用网络来监视人们开始 就一直在这样做 路易斯说 中国的网络攻击在过去10年取得显著进步 是对美国的间谍攻击的主要来源 他引述一位联邦调查局前消息人士的话说 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 比他们在冷战期间所见过的都要严重 中国对美国的最近一次网络攻击发生在今年3月 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名为Hafnir的骇客组织 利用微软交换伺服器的漏洞进行了资料窃取 导致许多美国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 高达25万用户受到影响 去年7月 路透社报道 美国司法部对两名中国骇客提出起诉 指控他们1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的攻击 盗取大量商业机密和资料 其中也包括在疫情期间对研制疫苗的莫德纳公司进行了侦查 中国对此做出了反驳 致相关报道纯属造谣污蔑 而近几年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是 对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管理政府文职人员的网络攻击 这次行动始于2013年底 直到2015年4月才被发现 有超过2000万文职人员的指纹记录和社会安全号等人事档案被盗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哈丁认为 OPM案正反映了中国的网工策略 他说中国愿意吸收大量资料 然后再想办法处理它 OPM案的骇客拿走了所有东西 然后他们可以等闲置的时间再进行利用 哈丁表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顶级的网络威胁 他们有人力、有时间和耐心来解决问题 他们的技能在增强 所以中国绝对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 美国国务院反恐援助计划前高级顾问赖特认为 中国进行网络攻击的目的与北韩或俄罗斯的恶意网络攻击不同 北韩因为经济制裁 他们需要钱 赖特说 对中国来说 他们不需要钱 这样做是为了智慧财产权 他们不是在追求金钱 他们要了解我们在核技术方面正在建设什么 我们的工业界资讯 他们还追求制药、生物医学、大学和研究方面 在收集情报资讯和智慧财产权方面 几乎没有限制 华盛顿时报去年曾报道 揭露中国政府机构的骇客 闯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电脑系统 窃取了大量包含核字样的敏感资讯 赖特认为 这些窃取的技术资讯 已经被用于发展中国军事力量 他说 中国的新型隐形战斗机看起来就和我们的非常相像 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9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研究显示辉瑞和阿斯利康混用效果更好 根据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混用辉瑞和阿斯利康的新冠肺炎疫苗 能产生强烈的免疫反应 这项研究周一发表于最新一期的医学期刊 柳叶刀 报告就称 相隔四周分别接种一剂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 能产生高浓度的新冠肺炎抗体 研究还发现 先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再接种辉瑞疫苗的效果更好 那这个接种顺序产生出最佳的T细胞免疫反应 那但无论是先接种阿斯利康 还是辉瑞疫苗 产生的抗体都比接种两剂阿斯利康疫苗来得高 而接种两剂的辉瑞疫苗产生的抗体反应则最高 那该项研究共有830名的志愿者参与 他们的年龄为50岁或以上 中国与俄罗斯延续中俄慕邻友好合作条约 北京将于7月1日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多项庆祝活动陆续展开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昨日就表示 已经有150多位的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发函祝贺百年党庆 中俄元首昨日举行视频会晤 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中共建党百年表达热烈祝贺 双方决定把中俄慕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 那并反对打着民主和人权谎子 该设别国内政 新华社报道 昨日中俄首脑视频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 正式决定中俄慕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延期 习近平指出 2001年签署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今天的中俄关系成熟稳定 坚固 经得起任何国家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相信无论前进道路上还需要爬多少波 过多少砍 中俄两国都将继续宁心俱力 笃定前行 习近平就表示 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人类发展遭遇多重危机背景下 中俄密切合作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正能量 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他说我们应全面总结中俄关系始终航向不偏 动力不减的成功经验 对各领域合作新目标 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 为中俄牧林友好合作条约 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相信在条约精神指引校 无论前进道路上还需要爬多少波 过多少砍 中俄两国都将继续宁心俱力 笃定前行 印度在边境增兵 中国说局势总体稳定 外电昨天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过去几个月 印度已经把至少5万名士兵 增掉至与中国接壤的边境 首次对这个邻国采取 进攻性防疫军事姿态 报道决称 目前印度总共有大约20万名士兵 驻扎在中印边境 人数比去年增加了4成以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昨日回应说 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 双方正通过谈判解决有关边境事态 在此背景下 有关军政要员的严刑和军事部署 应当有利于局势的缓和降温 有利于增进双方的互信 而不是相反 彭博社昨日就引述知情人士称 印度之前的军事部署 主要是为了阻止中方行动 但此次重新部署将使印军指挥官 在必要情况下有更多选择 以进攻性防疫战略攻击 和夺取中国领土 这包括了浅度介入行动 那机派更多直升机将士兵 从一个山谷空运到另一个山谷 报道也称目前不清楚 中国在边境有多少军队 但印方侦测发现 解放军最近将更多部队 从西藏调至新疆的军区司令部 那中国正在西藏的边境地区 新建跑道建筑 防弹烟体 以容纳战机和新机场 还向上述的地区 增加部署了远程火炮 坦克 火箭团等等 澳洲变种病毒蔓延 财政赤字或持续40年 那据高度传染力的Delta变种病毒 在澳洲蔓延 已导致血离封城 其他地区的重新实施防疫限制 那目前澳洲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口 仅占了全国4% 那接种率之低令人担忧 澳洲几乎每一个州和地区都爆出疫情 官员忙于孕妇 那而全国有约1800万人 或相当于7成的总人口 现在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状态 或新冠疫情相关限制措施之中 财长福吕登贝格 周一向澳洲广播公司ABC表示 随着根据感染力的Delta变种病毒到来 我认为我们正进入疫情的新阶段 他补充到澳洲正面临对抗疫情的关键时刻 他说直到澳洲安全无虑 才会根据医学建议对外开放国门 澳洲去年3月对外关闭边境 仅允许澳洲公民返国 且强制入境者在防疫酒店隔离检疫14天 澳洲全国人口2500万 第一大城市雪梨就占了五分之一 受疫情影响 雪梨周末开始已经实施为期两周的封城措施 澳洲目前只有约4%的人口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反观美国育46% 英国有47%的人口已经接种 澳洲的接种比率可比印尼和印度 澳洲人对接种疫苗表现犹豫 雪梨的先驱城报及时代报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15%的成人称未来几个月绝不可能接种疫苗 另外有14%表示不大可能会接种疫苗 澳洲当局昨日也表示 关闭边境与封城等防疫措施将造成财政赤字 及人口成长的虚缓 那后续将影响预料至少强长达40年之久 澳洲每五年发布一次待机报告预设人口变化趋势 最新报告就显示出受新冠疫情影响 过去12个月澳洲人口增速仅为0.1% 那接收的移民数量下降 今后40年澳洲将面临人口增速放缓 和老龄化速度加快的趋势 给经济发展带来压力 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印尼 收获第17批科兴疫苗 印尼肯定疫苗对重症防护 亚加达邮报报导 印尼收到第17批次的中国科兴疫苗 截至目前已经接获了1亿470万剂 印尼卫生部肯定疫苗对重症的防护 表示部分接种过疫苗的 但任确诊Delta变种病毒的医护人员 都能很快的康复 印尼卫生部秘书长奥斯卡表示 刚抵达印尼的科兴疫苗会直接送至 国营生物药剂公司PT Biopharma 做进一步的处理及分装 奥斯卡也保证印尼政府尽力取得 所需的4亿2680万剂疫苗 会透过双边多边与研究国内生产等广道来获取 印尼到目前已使用了200万剂的 中国国药Sinovac疫苗 9,450万剂的科兴Sinovac疫苗 其中科兴疫苗有9,150万剂 是疫苗原液方式倒破 另外也用了82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 印尼政府会持续扩大疫苗接种 奥斯卡还提及中佐瓦省古杜史地区 因Delta变种病毒诸 而导致部分医护人员接种疫苗后仍然确诊 但90%的人很快就康复 继续照顾新增病患 凸显出疫苗施打的重要性 他说这些确诊医护人员只花了一周的时间 就重返工作岗位 古图斯当地约6000名的医护人员 几乎全部都已经接种疫苗 马国宣布总值1500亿令吉复苏配套 马来西亚政府因冠病疫情仍严峻 而决定无限期延长全面封锁措施后 马国首相马西亚丁昨日宣布 总值1500亿令吉的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配套 包括政府直接注入100亿令吉的拨款 这也是国盟政府自去年3月以来 推出最庞大的复苏配套 马西亚丁就说 该配套专注于三个重点 即继续关怀人民的议程 支持企业和提高疫苗接种率 马国政府是在6月1日落实全面封锁 并在两周后延长自6月28 不过马国冠病确诊病例始终未见好转 所以政府在前天宣布延长封锁 维持国家复苏计划的第一阶段 马西亚丁就指出 在单日的病例降至4000起以下之后 才会进入复苏计划的第二阶段 马国昨日新增5218起的病例 连续6天维持在5000起水平 他说自爆发疫情以来 政府已经推出7个种子 3800亿令吉的援助和刺激经济配套 其中2000多亿令吉已经发放给人民 他也说总额3225亿令吉的 2021年财政预算案还剩1000亿令吉 足以让政府用至今年底 他说政府非常理解人民所经历的痛苦 并承诺会寻找出路 排解困难 确保国家迈向正确的付出之路 他强调接种疫苗是战胜疫情的首要条件 他也独处尚未登记接种的民众 尽快履行责任 配合政府达到群体免疫目标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 泰国榴莲出口创新高 5月成交额10亿美元 那根据泰美的报道 尽管泰国整体经济状况不佳 但很多产品的出口量持续增长 比如榴莲 近日开泰研究中心就指出 泰国是排名世界第一的 新鲜榴莲出口国 仅在5月份 榴莲出口额就创下记录 总值9.349亿美元 增长95.3% 中国作为泰国榴莲的主要出口市场 出口额增长达130.9% 那总体而言 2021年的榴莲出口预计将增长35-40% 那估计约为28-29亿美元 榴莲将成为继橡胶之后的新经济农业产品 且出口额超过牧鼠产品 此外榴莲在国际市场也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短期内泰国榴莲在市场上的表现仍然不错 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产量不断增加 虽然来自邻国的榴莲也开始入侵国外市场 但产能还不足 提高生产速度至少需要4-5年的时间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 ming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